如果我在总统的位置上待得足够久 如果增强防务合作协议是一项行政协定 那他总有一天会 那到时我就会 除了菲律宾的军人外 我不想看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军事人员 杜特尔特警告说 菲律宾不会让美国用威胁要切断对非援助的方法 像对待一条拴在链子上的狗一样对待菲律宾 美国批评杜特尔特上任以来 在禁毒行动中大开杀戒 杜特尔特今年6月30日就任总统以来 已经杀死了仅4000人 杜特尔特已发出一连串愤怒的长篇大论 以威胁回应美国的指责 杜特尔特把他最大的怒气 都撒在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头上 他以极为粗俗的字眼 称呼奥巴马是妓女养的 美国之间记者卡斯特报道